我們都知道酒駕零容忍 就連這個蘇奎他也說 酒駕致死等同於故意殺人 然後法務部長蔡清祥說 會朝殺人罪的方向來做修法 但是我們就看看 在綠營執政的縣市 酒駕前三名就有高雄 屏東 桃園 跟台南是並列第三 那麼酒駕的案件這麼的多 包括像是我們的2021年 1月到10月的統計 現在就已經有8681件了 而去年11000多件 前年也是11607件 好像這樣子的酒駕死傷的統計 真的是讓人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些人他可以一犯的再犯呢 酒駕是不是應該修法呢 現在還真的修法了 可是修的法卻是這個樣子 這個酒駕加重的刑罰的條例 是酒駕致死傷再犯 5年延長到10年 那麼現在蘭英都想問囉 很奇怪耶 只有延長再犯連線 行動完全不用調整嗎 我們來看原本的行動 好第一次酒駕造勢致死 只處3年以上 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0年內再犯的話 才能重判到無期徒刑 那大家想問的是 這難道不是給酒駕者再次奪命的機會嗎 好這個難道不是毀人家庭的機會嗎 所以讓藍營非常的不滿 說好要修法 你都知道是酒駕致死等同於故意殺人 你都知道說要朝殺人罪的方向來修法 可是修的法卻是這個樣子 讓藍營直呼你只是做做樣子罷了 那麼現在立委現在已經在排這個 今天有民進黨籍排審 那麼攸關大新竹合併的地質法修正草案 內拼這個禮拜希望可以完成初審 那國民黨立委在街上有6點多一大早的 就集結佔領主席台 反對地質法將成為地質法 好第二個地是皇帝的地 反對民進黨呢 打算用人數的優勢強行讓一字修法過關 那要看什麼事情 那麼重大的追憶的事情沒有行政院的版本 當然立法委員當然可以修憲 立法委員當然可以修憲 立法委員當然可以修法立法 請問中假 我來講一遍了 你不要噴口水了 不要噴口水了 不要噴口水了 戴好戴好戴好 國民黨 陳時尚要來花錢 陳時尚要來花錢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 拍爪頭拍爪頭 讓你講 今天明天都是委員會 到禮拜天也是委員會 還有時間站好站滿好不好 站好站滿 好不會跑 你不要想要強度關 沒有這種事情 你不用擔心 我們一定為人民幫忙 站好站滿 一定為人民幫忙 一定 你隨時出現 沒關係 我們一定為人民幫忙 對的事情 我們一定為人民幫忙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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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告訴你講一件事 老闆 你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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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你們要硬幹 我們預算不省 我們預算不省 沒有 你綁架立法院 柯建民綁架立法院 柯建民綁架立法院 我跟你講 只要你們敢幹 我們就試試看 好不好 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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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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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治黨沒共識 反對倡促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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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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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繼續就要來關注的是 現在呢 華市已經上架52頻道了 但是都已經有頻道 可是他的收市率還是墊底 包括他的虧損的程度也是越來越擴大 包括有很多一些那種財務的缺口 我們就來看到的是 華市總經理莊豐佳 他就不滿 國民黨團呢 是以這個提案要求 要檢討華市跟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合作 要求要撤案 他還說 華市也發了聲明說 拒絕任何的政治的干預 那麼今天早上也開了記者會 宣稱說 這國民黨需要以台語台預算 做為要脅 已經威脅到了這個新聞的自由了 但是對於藍營來說 開記者會澄清叫做威脅嗎 好另外的是 下午今天這個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就已經要說 他們要列出兩點 要他們回應了 像是國民黨立委 正正前週怒轟說 這也是創下了 公共媒體的最差示範 好我們一起來聽 請他好好的這個思考 他這樣的行為 以後他竟然還變本加厲 召開記者會 在這個他的記者會中 不但沒有明白的回應 國民黨所提出的問題 更故意的牽扯到意識形態 請雙峰交總局回答 為什麼你的九千六百萬 私鄉售售分配給五間公司 八千七百萬 為什麼一百零九零 在這個評選中 可以中斷錄音 評選招集會招集人招集音 為什麼評選委員可以 私下沒有開票的時候 就聯絡投標廠商 為什麼絕標後 你沒有公開相關的資訊 這些都是完完全全違反政府採購法 為什麼在你的領導之下 華市三年依舊聚而虧損 我覺得這已經完全沒有王法了 他假裝拿著媒體自由的大旗 可是你看今天的記者會 他在講他自己的事情 他動用了華市的公共的資源 用華市的YT 用華市的FB 那麼再跟審預算的在野黨 直接對幹 我覺得這個已經創下了 公共媒體當中最差的一個示範 華市今年多了52台之後 52台以前中天 一年可以營收12億 據我瞭解 去年他接了到現在只營收1億 落差這麼大 再加上我們原來的三台加民是 無限的四台 永遠 我們華市都是墊底的收視率啊 今天都不願意說明 就要黨團撤案 那請問一下今天 你才叫做真的干涉立法院的運作呢 違反民主原則 怎麼會讓你覺得你自己這麼大 所以公廣集團還有文化部 出來管管這個總經理吧 惹了那麼多的風波 我看民進黨也不挺他啊 國民黨立院黨團昨天說 華市總經理莊豐佳在溝通預算的時候 態度很囂張 而莊豐佳今天在記者會上否認 曾經說過修理國民黨團 但他被質疑說是不是成了民進黨的打手呢 被炮轟說完全沒有政治智慧 他真的沒有政治智慧 可是呢你真的要政治圈子打混 你的政治智慧不是在你的官低高或低 像他來講現在當然只是就是邊緣 一個媒體當中擁有一些權利 而且相較於那麼多媒體 華市真的是小貓咪啊 華市真的邊緣 你現在去調出華市的收視率 是多麼不堪啊 但是這個這樣子的結果的心情之下 你還沒有這種政治智慧為你自己 從你的這個華市總經理的部分角色 有更深的權謀或更深的佈局 你做這種事情是他兩根毛 就趕緊探邊了 而且可見你就兩句話就斷了你的後路 最後連你華市爭取五十二頻道 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就讓你做個媒體人歷念那麼久 我們都是媒體人 我不能說我們在那位置做得比你好 可是至少在做莊來就覺得 真是丟我們媒體人的臉 你就兩三下就被這些政治人 把你這個媒體人出生的 這個所有後路兩三下就斷了 而且把你拿來 你知道把你當除上路 像剛剛有這所描述的 最後這幾個人 包括李永德等等 就大家都把你切切切 分一分分給費洪太 分給誰分別 就是人情也都做好了 然後你就這邊要處理掉了 所以我這裡頭說 這種政治智慧 很多媒體人沒有這種自治智慧 特別是跳到權力圈子 在權力角色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凸顯的 當然第二個凸顯是 作為他自己本身 作為一個自己本身 如果沒有派系 或你以為你有派系 就可以拿得到權幣 全部這個部分 你真的太小看政治的水 政治的人性的水 政治權力的黑水有多深了